好的,那么今天其实还是给大家做练习和实践的时间 当然因为今天我是把期末的作业跟大家发布一下 所以为了确保大家对题的理解跟我是一致的 所以我这里稍微花点时间来保证大家不会理解错了 因为否则大家理解不一致的话 到时候我就很难去根据我的测试用力去执行大家的代码 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大家如何去提供这个作业的话 首先的话你应该是打开我这个地址之后的话 你应该fork一份到自己那里去 当然这里我就不演示了 你应该是fork一份到自己那里去之后 你要改了代码的话就在这几个地方 就有四个文件 每一个方法的话都同意叫做resort 然后返回一些东西 这样的话我会基于这个方法本身去执行一些单元测试 来确保大家的代码至少能够通过我设计的那些单元测试 当然先预想说一下 这里面有些题目是开放式的 就是有些题目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做 没有完全做过 所以并不能保证我对他的那个解释还有单元测试全部都是正确的 因为我基本上一般来说我还是习惯于做开放式的作业 所以大家fork之后的话你需要做的就是把这四个文件里面代码填充完 当然你可以自由的添加其他的辅助类或者辅助方法等等 这个都可以但是有一点在那个破门里面的话你是不得添加任何其他内裤的 那么在目前为止的话在这个破门里面我给大家添加的依赖有三个 一个是算法师也就是说你可以用算法师里面到目前为止你学习过任何数据结构 还有他里面提供性的这个都是可以的 然后还有我加了5.4.1的单元测试依赖 如果你想在里面添加些单元测试的话也是可以 就是除此之外的话大家是不能在这个里面加于任何其他的依赖 因为很有可能的话有些东西你有可能你能够找到现成的解法或者某些内裤里面还真有 但是因为这个达不到我们练习的效果 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dependence里面无论如何你不能加任何其他东西 如果你直接加的话就直接全全挂了 单元测试的话这里我就不会提供给大家了 因为否则的话基本上你如果知道单元测试的话 你可以真的每种单元测试直接返回不同的结果 那个这个就没有太大意义了 所以这里的话大家就说你可以自己尝试编写一些测试用力 然后去提交你的代码结果 好的我把每一道编程时间题的话跟大家主意说一下 第一道题的话当然是取之于我们上课的时候讲过一个内容 但是我稍作了一些变化 这里有一些背景说明主要是为了让大家稍微看这个题目的时候不至于太枯渣 所以我加了一些噱头 主要是跟大家的日常生活可能稍微相关一些 那么玩家牧师委托大家去把英文亲戚们圣经里面的出现频率最高的12个 还有出现频率最低的12个单词给揪出来 那么呢其中有一些像贯词介绍或者某一些没有太大意义的词的话需要一概略调 然后考虑到圣经的词汇量是很大的 所以大家在对持频信息汇总之后的话 因为我们只需要拿到最前面的12个和最后面12个 所以请大家不要直接把这个持频排下去 然后拿到最前面12个和后面12个就结束了 这个在这个里面是不允许的 也就是说然后这里有几个要求就是说你拿到停词之后的话 每次你去判断停词的时候那么这个判断的时间复杂度应该是O1 那么你把整本圣经 每一行就是分解成不同的单词之后的话并且去 放到词词词里面的话这个应该是 不能超过O1 就是你把去整理词词的时候 这个地方我不做特别要求 因为实际上到时候单元测试的话我会每一个单元测试我会给他设一个超时时间 就大型来说的话基本上 每一个常规的就是单元测试的话通常是不能超过一秒钟的 也就是说某些编程时间体如果在给你数据里面你的程序运行超过一秒的话 那很有可能会挂掉 当然这个的话我会把设的稍微长一些 因为一个方面是英文清日本他的体积稍微大一些 当然这个时间的话最后都是以我的电脑为准 因为我电脑相当来说性能还可以 所以基本上我会以我的电脑上面就是跑大家的代码的单元测试作为最终的结果 请大家注意啊就是这里的编程题他没有说 比如说你七个测试过了六个就能拿八分没这个概念 就七个测试只要挂了一个就全挂了 这个这个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 因为比如说一般的打翻规则说七个测试里面如果你过了六个的话 可能就是说四分里面的话你会乘以五乘以六吹七 但是实际上通常情况是这个没太大意义 所以你只要有一个测试挂了那就挂了 这个实际上跟正常的就是编程时间是比较相近了 所以你只要有一个挂了那就全挂了 所以大家你最好是多准备一些测试用力来去把自己的代码 他的正确性能够得到有效的建议 然后第一道题的话返回的结果就是一个数字 然后这个数字的话总共有24个元素 前面的话是12个频率最高的后面12个是频率最低的 然后每一个元素的话长这个样子前面是那个当时的小写字 然后又冒号可开中间不带空格 之后的话是这个单词出现的次数 好了到这里的话 确保一下大家对地道题有没有问题 然后他的数据文件是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src main resource里面 我都给大家了 这里有kjv.txt还有stockword.txt 那么这个里面有一些这样的停词 然后大家稍微需要注意的是标点符合的话也需要妥善处理一下 因为他的媒介经文里面可能有些地方是用逗号结尾的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你需要把这个逗号等等要去掉 但是某些个地方他如果是一个丸子像这种的话 你要把你不能把中间那个逗号给去掉 或者那个分号给去掉 这个地方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好的 呃 第二个问题的话应该现在那个他的目的和意图都表明确 这个地方大家也看有问题 啊 有问题尽快提啊 否则你到时候下去之后 你跟我历史不理解 不一致的话 你那哼哼哼声写来通 但是写的意图跟我结果不一致 那可能会比较麻烦 所以大家在这里我我至少单独花时间跟大家讲解说明的话 主要是确保大家跟我的理解是一致的 如果大家暂时没有问题的话 事后有问题可以在群里面随时提出来 到时候可以再那个提出信息 因为当时我在客栏上我给大家简单的演示过一些派生的演示代码 所以这个实在还是相对是比较好处理 所以我把它难以程度设为简单 但如果你确实觉得这个难以程度有点困难的话 这个也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应用而易 所以这个到时候 如果你做你做这个题目有困难 你可以随时找我 就是我会给你提供一些思路和参考 但我不会跟你自己把代码写完 这个不行 就是说我会跟你一起讨论 比如说你拿下方卡壳的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一下思路 这个都是可以的 因为我说过 其实这个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真的去折腾大家 我说一下为什么这里我会让大家禁止排序 这个不是故意为了刁难大家 因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比如说在某些特定情况下 比如说你的圣经有有三万三万一千多节 然后在那个文部里面的话大概有十几万函 那么十几万函的话 它最后整合出来当时可能非常多 但是其实我们如果真正的只需要最大最小的12个的话 那么确实我们确实不需要对它进行完整的排序 再去拿到它最上面和最下面 这个地方它实际上是对一个 内存使用和时间的一个优化 在某些特定情况 尤其是文件非常大的时候 这个其实必须的 看到这里的可能大家没什么反应啊 我之前上 上个学习的时候给大家介绍了一个 之前就是说 三方 圣利亚古大学的话 他们有个教授有一个项目就是把亚马逊的历年的 历史挺都抓下来了 那么那个历史挺的话 压缩之后还有20兆20G 就是你可想而知的话 那个文件一旦解压之后是个什么概念 如果说我刚才从里面找到历史挺 那比如说历史上 历史最高的12个和最低12个 那你总不能真正把这个20G的文件 解压之后变成40多G的话 你全部把它排序吧 这个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必须只能从里面去 看照我们之前 讲过的一些实际的话 对它进行那个处理 一个方面的话 你读文件的时候 你不能把全部读到内存里面去 必须要采取流的方式去读取 另外一个的话 对我们关注的最低最小的话 你不能全部把这个结果都塞到个集合 再去对它进排序 好 这个是这么设计的原因 第二个的话是古旧的修道院 这个实际上 这个帮背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这个我就不多扯 我把这个 这个输入的那个条件的话 我要特别解释一下 可能大家 我把大家有没有提前看过 就说大家得到的输入的话 是这么一个二维数字 然后这个二维数字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呢 现在 现在我们先大家记住一下 就是说 这里有四个方向 比如说西 是一 北是二 东是四 南是八 那么这每一个 比如说三的话 它意味着 它的西边和北边有一道墙 那么换成图片的话 就是这个表达 我们来仔细对照一下 这里是个 因为这个修道院的话 四围 它都必须要有墙围着 否则的话 风吹雨打就直接进去了 那比如说 它这里 我们可以看一下 第一个 它这里是第一个格子的话 那么它的指是一 指是三 也就意味着 它的左边和上边 都有一道墙 因为这是一 这是二 就是说西一 北二 东四 南八 所以第一个格子 它是三 那么第二格子的话 它只有二 就是只有上面有一道墙 所以这的话 这两个房间 它是相通的 这个修道院里面 那么与此同意的话 比如这个地方 它右边有道墙的话 那么这个格子的话 它就是二加四等于六 所以这个地方 它是有一个对应关系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有些13是什么情况 比如说这是 东四 加西一 那么等于五 五的话 加南八 五加八等于13 也就因为这 这个房间 它其实三面都有墙 那么大家需要完成的任务是 在这个古旧的修道院里面的话 我们首先需要去定位一下 这个修道院里面有多少个 整体的联通的区域 比如说在这个书里面的话 我给大家画个演示图 那么它有三个联通的区域 第一个区域的话 有八个房间 第二个区域的话 也有八个房间 第三个区域的话 有九个房间 所以的话 这个样子的话 大家返回的结果 数字里面的话 首先你要返回 第一 有多少个联通的区域 第二 在三个区 在联通的区域里面 哪一个区域里面 有最多的房间 并且这个房间是多少个 那么第三个 如果说某些时候 在我们去设计这个修道院的内部结构 把它作为南美OC的时候的话 那么如果我们把某一朵墙拆掉的话 那么它可以得到一个更大的联通的房间区域 所以的话 这个地方 我们想知道一下 如果拆 且仅拆掉一朵墙的话 那么最终我们能得到一个更大的联通区域是多少 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个修道院里面的话 其实 这个是八个 这个也是八个 这个是九个 所以的话 你再把这朵墙拆掉 或者把这朵拆掉 这朵拆掉 这里拆掉 这里拆掉 它最后都会得到一个统一的十七个房间的一个更大的区域 是吧 比如说我把这朵墙拆掉 那么这两个就连同起来了 它就会成为八加九等于十七 所以因为考虑到拆有些墙的话 它都能得到同样的结果 所以在这里的话 关于拆墙的话 它实际上与施工的难度有一定的衔接关系 所以当我们拆墙的时候 它的优先迅速是 我们优先从左边开始拆起 也就是说我们是从左往右跑 如果左边有一朵墙拆掉了 能够达到同样的大小的话 我们优先拆左边的 其次的话 我们优先拆下边的墙 但是我们不能把那个边界墙给拆了 因为这个修道源否则的话 风和雨就挡不住了 比如说在这个里面的话 我拆这朵 这朵 这朵 其实它的最终的结果都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我们首先从左往右跑 那么首先我们找到这一个 我们发现把它拆掉之后呢 就是石器 那么这个拆掉 这个也是石器 这个也是石器 但是因为它是最左边的 也是同时最左边的 所以我们优先取它 如果 如果比如说在这里面还有多墙 它也是同样的 左边的那个距离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优先取下面的 也就是说它的顺数应该是 从左到右 首先从左到右 其次的话从下到上 如果从左到右和从下到上都是重叠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优先取北方向的 再取东方向的 比如说假定说我们定位到的这么一个同一个 这么一个房间 我们拆上面的墙也可以 拆右边的墙也可以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优先拆北面的墙 所以的话 这个时候返回的结果其实是412 请注意这个412的话 4和1是它的含号和列号 然后2的话是它的那个方向号 也就是说这座墙它是北面的墙 所以的话它是412 这个4的话它在这个二维数字里面 它对应的1那个713和0 但是要求大家返回的是4和1 也就是说我要返回它的含号和列号 然后大家拿到的数域的话 就是长这个样子 就是一个二维数字 所以大家的要实现的方法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resolve 然后给你一个修道院的内部房间的结构图 然后的话大家需要返回的是这么一个结果 修道院中连通的区域数 还有最大的区域有几个房间 如果我们拆掉一堆墙之后的话 最大的区域会有几个房间 然后待拆出那堆墙 所在的位置还有方向是什么 然后我这里给了一个 给大家一个参考的输入 还有输出 然后我给大家画了一个演示图 然后表面这堆墙拆掉最后的话 就这么一个结果 然后的话就是说顺数方面的话 优先是采取首先从左到右 然后再从下到上 然后的话 之后的话是以优先朝北 然后其次朝东 这个样子 也就是实际上我们拆墙的时候 我们只拆那个北边的和东边的墙 我之所以这么说的原因是 因为你拆那个东边的墙的原因是这样的 它会在更左边一些 因为一堵墙如果在中间的话 它其实对左边的墙来说是东边的 对右边的墙来说它是朝西的 所以如果你是朝东的话 那么它肯定优先是左边 所以实际上大家只需要关心 就是拆北方向的墙和东边方向的墙 好的关于这个我先说到这里 这个可能稍微看起来不是那么直观 所以这个地方我稍微打住一下 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的 我们来一点点一看 首先就是说我在这里画一个演示图 比如说因为它收到院的结构 它是比如说有这么多反接 比如说有一个反接 它消化虚线 虚线的话表示它都是 然后首先尽量它有四个方向 如果是西面的话我用一表示 北面的话用二表示 那么东面的话用四 南面的话用八 那么首先的话 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们看这一个 它因为它北面有道墙 西面也有道墙上 所以的话它应该是一加二等于三 那么也就意味着它的 这个东边和南面都是没有墙的 所以的话这个时候你知道 它跟这个房间是连在一起 跟这个房间也是连在一起 是吧 但是有一些房间的话 它右边或者南面可能会有墙 比如说我们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最下面这个房间 它这里没有墙 但是它这个左边是有道墙的 那么左边有道墙的话 这是一 是吧 它的右边有道墙是四 下面有道墙是八 那么一加八加四的话就等于十三 所以它每一个单元格的这个数值 主要是让你去判定 就是这个房间它周围有几道墙 所以大家说 当然这里的一二四八的话 它是经过刻意出入二进制的训练 所以它会 你可以用它非常方便的 比如说以未运算的方式 怎么去做处理 去定位到它的这个格子里有几道墙 那么比如说主力上 那么 以这个为例 比如说这里是一四八 但是对这个 对这个来说的话它就不一样 因为它这个是 对这个格子来说的话 它应该是四加八等于十二 是吧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就是我这里 就是对于这个 这个房间来说的话 因为它是 对它来说它是右边有道墙的 它下面有道墙 所以它对它来说 它是四加八等于十二 就是说一道墙 它在中间隔开的时候 它对右边的这个房间来说 它是西边有墙 当然对左边的房间来说 它是东面有墙 所以的话这个格子的话 它就变成了四加八等于十二 大家我建议它 如果这个地方不太直观理解的话 大家可以现在对比一下 就是这个二维数字的值 还有我下面画的这张图 这个图是用了大家 帮助大家辅助去理解它的 这里每一个格子 我昨天晚上 我还特别花了一些时间 把它画出来了 所以方便大家去理解和对照一下 或者我可以把这每一行 跟大家一条过一下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第二个格子 它是二 那么它就只有北面有墙 是吧 第三个格子是六 那么六的话它是二加四 所以的话它是东面有道墙 那么接下来的话是三 三的话它就是北面的二加西面的一 所以它就没有了 然后这边的话它是二加四 所以它也没有 所以这两个就是我们知道 它目前为止的话 它都是人在一起 然后第二个单元格的话 就是第二行的第一个 它只有一 那么它只有西面有墙 这个墙是不能拆的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看到有个八 八的话也就意味着 它的南面有道墙 然后其他地方都没有 我先一个画 然后接下来的话 再是四 四的话就意味着 这个地方它只有右边有道墙 然后接下来 再是一 一的话也就意味着 它只有那个左边有道墙 所以这个没有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是四 四的话它就是东边有道墙 所以这里也是没有 所以我先 所以它目前为止的话 其实上面这两排的房间的话 它是长成这个样子 我们再来看十三 第三的话它是十三 十三的话它是一加四加八 所以的话就是它右边有道墙 下面也有道墙 然后接下来的话是七 七的话因为它这里是二 这是一 所以的话一加二加四点七 它的右边也有道墙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是十三 十三的话是一加四加八 所以的话实际上它是 右边有道墙 下面也有道墙 接下来这是九 九的话是八加一 八加一的话 所以它的下面是有道墙 这是一这是八 然后再是四 四的话它就只是右边有道墙 所以这里就没有了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 下面是三 三的话就是二加一 所以的话这两个就减少 然后这个是零 零的话就右 它四面都没有墙 然后二的话就是北面有道墙 然后六的话 因为这个北面是二 所以它的话右边有道墙是四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是五 五的话因为它是西边有道墙 这边有道墙是四 所以就没有了 好最接下来的话是八 八的话因为这是一 这是八 所以第一个也没有 下面的话八 这里也没有 八的话也没有 然后这里的话是十二的话 它就说它应该是 这边会有道墙 然后这边因为是 不好意思应该是在这里 这里有道墙 它这里是八加四 然后这个的话是一加四 加八 所以最后的话你就知道 它整个修道院的固执的话 就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这里是三加三 三加二加三 等于八个反径 那么这里的话是三加 等于八个反径 那么这里的话是 就是一加四 是等于九个反径 所以这样的话你知道 它是有三个年中的区域 然后呢这三个年中区域里面 拥有最多的反径的话 是这个区域 它有九个反径 然后接下来的话 就是说我们想 比如说我们把这座墙拆掉 如果把这座墙拆掉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反径的话 跟这个连通在一起 那么它会有十七个反径 然后我们拆的这座墙呢 它位于第四行 第四行第一列 然后呢它拆的是 它是北面那座墙 所以我们反复北面的方向 直接施摇了 当然这个四的话 你在index 里面对应的三和零 然后这个的话 是它拆掉的北面这座墙 因为我们拆墙的时候 其实是还有一个优先的顺序 比如说你其实把这座墙拆掉的话 它也是同样的 也是拿到十七的 但是因为我们按照四公的南移程度的话 我们优先从左边开始看 然后如果是左边都是同样的话 那我们从下往上看 如果从下往上和从左到右 从左到右和从下往上 它都是同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优先拆掉 北边的墙 然后再拆掉 如果这个时候 它主要是用来排序的时候 就是说 如果它出现了 它们都是同等的结果的话 那么它们排序 依据应该是优先拆左边的 如果左边这个列数是一样的话 那么再看函数 从下往上 函越大的话越有点 如果含和列都同样的话 那么以方向为优先 就是说北面是优先的 那么因为这个原因的话 其实大家只需要考虑 拆北面的墙和西面的墙 不好意思 是北面和东面的墙 原因是因为 原因是因为 比如说如果是一道墙在这里 那么它肯定会把两边都分割开了 所以如果你是拆 拆左边的墙的话 那么意味着它是东 如果你拆右边的墙的话 意味着它是西 是吧 所以因为我们是考虑从左往右的 所以实际上它一定是朝东这个方向 所以大家只需要考虑 就是往东方向的差 和往北方向的差 然后从下往上 首先的话 第一个排序是 就是从左往右的 第二个排序的话是从下往上的 第三个排序的话是先北边 然后之后 之后在东边 这是它就是大家进行就是去定位 到底要差哪里墙的时候 它这个排序的依据 好 这个地方我稍微花点时间 让大家稍微消化一下 等待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慢慢拿 然后反正我是画了备忘图 这个备忘图大家可以随时去看一看 大家说实话 这个不要看我说的这么像 其实这个跟之前我在第一趟讲过的 其实是非常接近的 实际上它的代码量比大家想象少很多 并且你大家可以直接去使用 二个四里面的一些线程的数据结构 所以我可以保证 这个这道第二道编程 你实际上看起来很像 但是它的代码量其实会非常少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这里面每一个题目 它其实主要是关键是 你只要能够定位到 它该使用哪种数据结构的话 其实就很容易搞定 这个我先跟大家提示一下 因为主要的目的还说 就主要是希望大家 能够通过设置到辩论的话 把目前为止 就是第一到第六 这些数据结构都能够过一遍 这是它的主要处中 好的 关于这个大家看看 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问题赶紧提啊 否则的话你下去 可能就不知道这玩意在说什么 好 我还有一个说 好 好 好的 这个 假如 那个广间是 假如有个这样子 我们可以拆这个 这个 比如说这是 一 二 三 二 三 二 这个墙都做得比较好 应该只要有限节 OK 好好 这个是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因为我们首先的话 我们是从左往右的是吗 比如说这个都是第一点 是吗 是不是 那么我从左往右的话 我会在从下往上的 所以的话就优先拆这个 因为他们左边 这个墙和这个墙 它左边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从优先的话 从下往上拆 这样的话就拆这个墙 如果假如说他们拆会的结果是同样的话 就把这个 就是说首先第一个排序是 从左往右 如果从左往右 它的排序结果一致的话 那么从下往上 如果从下往上和从左到右的排序 都是一致的话 这个时候优先拆 北面的墙 然后其次再拆 那个东面的墙 当然这个前提是 他们这两个拿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你 这两个 它的左边都是同样的 或者下面也是同样的 并且他们拆掉之后的房间呢 最多的房间树的大小也是同样的 并且这个时候你发现 它拆东边和拆 拆北边和拆东边也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返回北边了 就是说从左到右 从下到上 然后从北到东 是这么一个排序的那个意据 北边它怎么 因为那个测标怎么表现 OK 第二房子南墙 这个问题问得好 因为我们 这里就是我刚才提过 比如说因为我们是从下往上的 所以我们优先会 取那个下面的那一海 那么如果是取下面的海的话 那么一般来说 它就是去北面的方向 因为我们看一下 这条墙呢 它可以表示成 假设是二 就是二一八 是吧 如果是南方向的话 但是如果以北方向的话 那么它就是三一二 是吧 因为我们是优先从下往上跑的 所以的话我们会取三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就是说大家只需要考虑 往北方向拆和往东方向拆 因为它往北方向拆的话 你的含一定是更大的 就是更下面 是吧 如果你往东边拆的话 那么它一定是更左边的 这个地方大家就看一下 这地方比如说它是 如果你是按照南来说的话 是二一八 如果是按照北来说的话 是三一二 是吧 因为一道墙 它就是把两个房间隔开了 所以你这个时候 刚才南来问的是说 我们应该是拆二一八 还是三一二 那么其实呢 你可以把两个都表示出来 一个是二一八 一个是三一二 但是呢 因为它们的列是同样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以那个航大的 为依据 所以取三 是吧 所以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 你会发现呢 其实大家拆墙的时候 你只需要考虑 北面方向和东面方向就可以 因为你往那个 北面方向拆的话 它肯定是更下面那道墙 如果你往东面拆的话 它肯定是更左边那道墙 是吧 对 那么我们好 我们来与这个笔子 现在假定说 我们要拆这道墙的时候 这道墙的话 如果是 这道墙的话 它把左右隔开了 这是左 这是右 如果以这个 如果你第二含第二格的话 那么它应该是二 二一 是吧 如果这道墙对这个房间来说 它是二一 就是说第二含第二列 然后它的那个西边 是吧 但是如果对左边那个房间的话 那么它是二一 是吧 这个我也有时候记不住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二一 对 这个时候 这道墙它是把左边 和右边两个房间都隔开了 所以对左边来说的话 它应该是二一 是 对右边来说是二一 是吧 因为我们的要求是 如果这个时候寒相等 因为我们是从左往右的 你看这个时候 它那个列是一 这个是二色 所以我们肯定会返回一 是吧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 就是我们考虑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考虑 就是说 一个房间的话 它的那个右边就可以了 因为你如果以 它的那个 一色方向为准的话 它的列肯定是更小的 因为对左边的墙来说 这是它的右边 对右边的墙来说 这是它的西边 是吧 因为我们想拿到的是 最最左边的 然后最下面 然后再是北 或者一方向 所以这个样子的话 就是说实际上 大家真的在去检查 到底是哪一个墙要拆掉的时候 你只需要去 实际上只需要去考虑 就是说 那个北面和东面就可以 好 所以我说了这几点 主要关键点 说大家去便利的时候 那个便利的顺数 要特别小心一点 便利的顺数 一定要精确地按照 我刚才所说的 从左往右 先从左往右 再从下到上 就是实际上你的 这点我还是多说一下吧 避免大家到时候搞晕了 就是大家去便利去检查 到底哪一堆墙要拆掉的时候 你应该优先以列 作为第一个便利的依据 那么以列作为便利的依据之后的话 你应该接下来以 韩为便利的依据 并且那个韩的便利的话 应该是降续的 就是从下往上 然后你把这两个 大体的方向都确定之后的话 那么你再去拆墙的时候 你应该是先去检查 北面的墙 再去检查东面的墙 因为这样的话 你才能确保 它的那个优先讯息是一致的 当你拆每一堆墙的时候 你都要模拟一下 把这堆墙拆掉之后的话 你能拿到一个多大的反击 好 这个稍微打住一下 大家如果你可以再提一下 看看是不是 大家这个时候 你可以先去 把这个二维数字 你先看一看 看看就是你能不能 把这个二维数字 跟我下面画的图 能够对上号就可以了 其实你只要把这两个 对上号的话 就很容易理解 好 难道关于这个排序 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OK 其他有问题吗 好的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先继续往下落 待会大家有问题的话 我们还有时间 就是说五点之前 我们都可以去 那个集市堂 如果之后下去 还有问题的话 可以在群里面 随时堂 好 那么这就是 那个 第二问题 古旧的修道院 第三个的话 是圣殿 骑士的取缓机 首先地点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维基百科词条 因为早些时候 就是说 在那个年代的话 有很多信徒 他们会去 验了上了朝圣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他们是有表达的 对立关系 所以很多朝圣客 通常会被伊斯兰教的 武装力量给干掉 所以那个时候 有一些 就是说 有些信徒的话 他们成立了圣殿骑士团 他们最早的主要目的是 为了保护那些朝圣客 就是说 他们一般会在 朝圣的必要制度上的话 会安排一些武装骑士 来去保护他们 一旦有武装力量 要去攻击那些 朝圣客或者商人的话 他们会去把他们击败 实际上 当圣殿骑士团 在基督教历上 其实是一个 有很多 那个意的一个群调 无论是在文学意义上 还是它实际上的 存在意义上 当然这里我们首先 圣殿骑士挺有创意的 其实最早的 欧洲的银行系统 是他们发明的 当时主要的目的是 因为 那么旅客如果 甚至带了太多钱 很容易成为 别人攻击的目标 因为这样的话 相当于有点 找死的感觉 所以当时 圣殿骑士们发明的思路是 在他们出发之前的话 他们把钱币和财物 存在某个地方 然后呢 他们到达圣殿地之后 或者在中间的话 他们都可以在 圣殿骑士团指定的据点 也就是类似于分行 去把这个钱给取出来 那么实际上 比如说 这个是某一处 圣殿骑士团的 某一个根据点 那么实际上 你只要到了他们 指定地点的话 你都可以把钱给取出来 所以不能不说 说真的 圣殿骑士们挺有创意的 实话实说 除了 因为这个原因的话 圣殿骑士团 适应最早的时候 他们的目标是 贫穷的所罗门骑士 但是因为他们发明了 这个银行系统 所以后来 他们成为了欧洲 其实最富有的团体 所以后来 因为这个原因 引起了教皇 和其他国安的嫉妒 所以他们最后 其实还是因为这个原因 遭到了灭顶之灾 他们的财务全部 他们的银行的财务 基本上全被 法国国安给捞走了 好了 这个是几万化 大家有信就可以 看我一百个指甲就可以了 那么实际上 这个地方 所以 当时 特定问题就是说 当一个 历经千秀 曼谷到了耶路上的圣徒的话 他要去兑换钱币 就是他存在很多的可能性 因为大家兑换钱的话 你在超市里面 常常会遇到 有些时候的 那个收银员 他可能手头 没有某些面值的 那个钱币了 他有可能找不出来了 有些时候 他当然 如果有些情况下 他的手头 各种面值都有的话 他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 把钱给力一起整 整出来 所以这里的要求 是这个样子的 假论说 某一个朝生客 比如说他有五个 他的面值是五枚硬币 或者的话 后面有一些选项 就是面值 比如说他的面值 如果有一二五十二十五 那么这个时候 银行的职员的话 我们首先要求大家返回 第一个 就是银行职员 有多少种方式 可以给这个朝生客 来组合起来 比如说 如果是 总值是五的话 如果他有 一二五十二十五 这五种面值的话 那么他可以是 五个一的硬币 或者一枚 一个硬币 加两枚的 二个硬币 或者说 三枚的一个硬币 加两枚硬币 或者一个五枚硬币 也就是他其实有四种方法 那么我们同时也要求 大家计算出来 就是说 其中那个 钱币数量最少的 这么一种方式 也就是说 我给他一个 面值为五的硬币的话 就直接搞定了 那么这个样子的话 大家需要返回的结果 是四和一 就是第一个的话 是有多少种方式 可以给 那个朝生客 第二个的话 就是其中 那个数量最少的是哪一种 比如说这里是 只要一个五没硬币 一个五面值 硬币就可以了 但是也不排除某些情况 你是根本就无法完成 那个提取了 比如说 有时候不走运 他的面值只有十和二十五了 那么你要取五的话 其实别人手没法给你的 所以这个的话 如果是这种情况 你不行遇到这种情况 就返回复一和复一就可以了 表明它是没有可能性的 请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面值的话 不一定从一开始 这个面值 我只能保证 它都是正正 但是它不一定从一开始 并且它也未必是排好序的 所以这里的大家需要把它稍微处理一下 好 这个有什么问题吧 这个应该还好 其实大家这个相当于一个数数题 那么关键是你要把这个数数题 以程序的方式模拟出来就可以了 有问题吗 这个 好 如果大家还没问题 或者没回过 我们先继续 好 第四个是关于使徒保罗的传教之旅 前面这大段的话 大家也可以虐过去 我们长话短说 那么假定说 这有一张巨大的地图 是一个以二维数数呈现出来的 那么假定说使徒保罗的出发点 是在左上角就是零零 那么它的目标地的话是地级 尤其是当时的踏市西班牙 那么中间的话有一些极端的犹太教的分子的话 是我们需要 我们不能从哪里经过的 那么呢 需要大家 大家这里我们不需要求那个最短的路线 我们只需要去告诉一下得丢 从这里出发到这里的话 总共有多少条 总共有多少条可能的路线走过去 然后呢 我们可以往 就是上下左右四个方向都可以走 但是有一点条件是 一旦某个地方走过之后 你就不能再重复走回来了 为什么意思 比如说局面是 我们从这里往下走 这里是犹太人的据点 那么我们不能走过去 我们只能往右 往右的话 这个时候 在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选择往右 也可以选择往下 但是如果你走到右边去的话 你不能再走回来 因为这个地方已经走过了 也就是说 你任何一个 一个一个 就是地图上的某一个地方的话 你只能走过一次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的话 走到这里 你可以分两条路线 比如说往右走 或者往左走 往左走 往左走的话 你可以从这里往下 一直走过去 我这里只是画了 两条可能的路线 那么大家需要计算出来 石头保罗总共有多少条 可能路线 可以走到这个地方去 这里并不要去 大家求那个最短路线 因为传教理程通证 有不确定性 有些时候 你其实不能走最短路线 所以给大家的 这个方法是这么样子 就是说 它的参数是 一个二维数字 PASS 然后其中 石头保罗从00开始 如果是尤其他人的据点的话 那么它的指使一 这里我用了标记得下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这个二维数的话 应该就是一群零和一 只不过这个一的话 是以尤其他人的据点 作为展示 而大家只需要计算出来 总共有多少种可能的行走路线 并且每一个地图上的地方的话 都只能走一次 你不能 比如说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 你先走 走到这里 往右边走 再往左边走 再往右边走 这就无限时循环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要求大家 就是每个地方只走一次 好 大家看看 这个有什么问题 如果没问题的话 基本上 大家可以 自己安排 或者做之前的作业 或者做 这个其中的练习 然后 如果其中练习 你对那个体育 或者不理解 或者没什么思路 也可以随时一起交流 当然其中 有些体育开发 是什么 包括这个 我自己 我自己没有做 先说清楚 当然我大概知道思路 但是其实我没有自己做 因为 但是我知道 这是一个 特殊 它结果上 肯定是确定的东西 所以我先把 这个分享给大家 然后 所以说 我之前说过 大家去网上 收收不到 但是说实话 因为 那个人的头脑 毕竟是有限的 我实际上 也是把我之前 做过东西 做了一些改造 所以大家真的要收 应该还是可以收得到的 这个 如果你收得到 我也更猜了 但是我建议大家 从练习的角度的话 你最好还是先尝试 独立思考一下 因为这个对你 帮助是最大的 如果你确实考不出来 你去网上收到了 那我也没办法 这个我也 我也不管了 这个大家 就是自己可以 自由选择 当然 其中某一些的话 我还是 稍微加了一些改造的 所以恐怕 你要收的话 不是那么容易收到 所以我建议大家 有了时间收 你还不如先 自己独立思考一下 顺便把那 一到六段的内容 给温习一下 这样的话 对你其实更有帮助 好的 那么我建议大家 可以先把 这个提议的话 先捋一捋 你先大概可以看看 你的思路 是不是清楚 然后哪个地方 哪个地方的要求 还不明确 如果不明确的话 可以赶快提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确保 大家的那个思路 和最终的结果 要求是一致 然后这里面的内容的话 都是一到六章里面 所以没有特别变态的 或者说 故意折腾大家 如果某些地方 你暂时没什么思路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回去 把算法式的某些章节 稍微少一少 一般你少一少 很快就能知道 思路在哪里了 每一个地步 每一个编程体的代码量 都不大 大概一般在 就是二三十行 不会超过二三十行的样子 所以你可以自己注意一下 如果你的代码 一下子超过了四五十行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 你在错误的方向上面去 就他每个代码量都不会太大 如果你搞得越来越复杂 或者量越来越多 甚至到了百行的话 那我建议打字一下 因为一般是不需要这么这么多的 所以这两个都可以作为给大家 就是在时间过当中的一种提醒 就是说你不需要那么多的代码量 去把这个问题给搞定掉了 尤其是大家还可以直接去附用 刷法师里面的数据结构 我把这个项目先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然后这样的话 大家知道是一个什么情况 因为这个项目 我是以JDK八编译的 所以你大家就是 如果你电脑上装了JDK12 或者更高的版本的话 请注意一下 就是你到时候你可以用JDK更高度可以 但是请大家注意 你把这个project language level的话 你设成拔一下 因为这样的话 确保我到时候 你代码我可以直接在 把上面一条编译通过 这个里面我没有把单元测试放进去 实际上我自主要求大家 一定就是在这四个代码里面 给定的方法里面去填空的话 原因是因为我到时候 我会有一个单独的 一个测试的一个项目 依赖于大家的这个东西 然后我会把大家依赖一个隐喻 进来它直接跑一把 没问test 如果你一个都没错的话 那就全过了 如果某一个挂的话 那表明那个实现室可能是有些问题 所以我会以这种方式来去给大家进行测试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的话 请大家务必保证那个POM的话 没任何变动 那么除了这四个文件之外的话 你可以给你追加文件 只要你的项目是能够正常编译通过就可以了 就这四个文件之外 你可以给你的追加其他的辅助代码 辅助文件什么都可以 但是请务必确保这四个文件都在这个地方 这四个文件的方法都是resolve 并且都是public的 然后在每一个方法里面 我有些地方可能稍微加一点点注释 就是说方便大家再写代码 是稍微可以大概知道一下 更更详细的内容的话 就在这个readme这个文件里面去 然后报告这个地方的话 我也给大家简单的写了一下 有些地方特别需要稍微 大家需要注意的话 我也给大家稍微加了一下 报告这个密信区别的话也就这样 然后的话 就是在这个里面所谓代码里面 大家都不需要去检查这个参数是不是那 因为在所有的测试里面的话 大家都可以确保这里面的参数 它都是一个有效的 就是不会为那也不会为空 这个样子的话 就是说大家不需要在代码里面 加入太多的这个参数教育 因为这个地方不是我们需要测试的关键点 好的 行 那我就先搬运其中的测试 那个内容 我说到这里 我把这个内容已经放到那个破评率里面去了 然后大家就是可以去看到 在那个破评率里面 我已经把这个犯出 然后提交时间的话 我设成了 5月18号晚上11点 也就是5月19号之前 那么实际上我还是建议大家 最好是不要把拖的太久 我建议大家一周左右把搞定就行 因为你拖的太久 可能也都忘掉了 加加上那个时候 因为就是下周开始 我已经不给大家上课了 所以那个时候 我我之后的话 主要可能就是说 大家都提交完了 我会给大家打分 同时我可能会把一个参考答案放上来 供大家参考一下 好的 那么关于其中作业 我就其中的考试内容的话 我先说到这里 然后大家 接下来的时间 你可以去或者做之前没有完成的作业 或者你可以把这个middle time 你可以先自己思考一下 看看该怎么去下手考虑等等 然后因为这个存在是一些 对一到六章的温习 所以我建议大家 就是没到编程 你主要先把思路理清楚 再接下来动手 如果你没什么太多思路的话 你可以先简单的写些代码 去那个尝试测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思路慢慢的理出来 如果你确实自己 也尝试过编写一些测试代码 然后也就是对照了算法师的教程 但是暂时也没什么事 的话也可以随时找我交流 那么关于这个其中作业的说明 我就先到这里结束 然后接下来是大家自己去安排 练习或者一起我们讨论的事情